我现在就想到一个病友 当时他是住在新店 一个女儿载他爸爸 他爸爸就突然间胸口疼痛 全身冒汗 女儿上班的地方就冲回家 然后就开车载他爸爸 从新店到台大 他女儿描述的非常清楚 就是到临森南路 到徐州路快要到台大急诊处 那个路口就在等红灯的时候 他爸爸突然间就不省人事 在车上突然间不省人事 他赶快冲到急诊处 幸亏他爸爸到急诊处立刻惦急 回到正常心跳的时候 他爸爸清醒过来 那真的是千军立法 如果他不是那么短的时间 超过四分钟的脑部的缺氧 有可能这一位病友就永远醒不过来 大家知道只有四分钟而已 四分钟是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 就是你怀疑极限心肌梗塞的病人 是要119 要119这样来送 因为他是专业的 这个我们的救护员 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开车 也不要叫计程车 这过去也有案例 在计程车上发生这个突然间 猝死的状况 所以这时候都造成 就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 那极限心肌梗塞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心脏是一个跳动的器官 如果血流完全中断 有时候心脏一下子就受不了 他就休克 休克什么意思 那突然间就产生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当场就倒下去 如果你来不及CPR 来不及给他AAD电击 来不及送医院的话 可能就救不回来 全世界公认有七大危险因子 那第一个是年龄 男性超过45岁 或者女性超过55岁 平静以后的女性 第二个是家族遗传 这个体质 这个家族遗传 这个是跑不掉的 第三 第四 第五 就是所谓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胆固醇血症 或者高血脂症 那第六个就是抽烟 第七个就是肥胖 或者少运动 所以这七个危险因子 如果有超过三个 或三个以上 就属于动脉硬化的高危险群 好了 大家好 我是世卫 今天我们在现场节目当中 邀请来的是国内心脏内科的权威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黄瑞元教授 欢迎教授 司伟 还有各位听众 大家好 教授有非常丰富的资历 他不仅是台大云林分院的前院长 更是我们心脏科学会的前理事长 在国内非常非常地具有知名度 也有很多的病人 那有几个常见的问题 今天趁着他来 我们赶快来请问 第一是很多人呢 都很怕自己有心脏病 心脏病现在是次于癌症的 十大死因的第二位嘛 对不对 对 好 那请教一下 很多人呢都会问我的第一件事情是 司伟 司伟 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脏血管 有没有狭窄 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好 那我们临床上的症状 第一个我们称为叫 稳定型的心脚痛 为什么叫稳定型心脚痛 就是病人在运动的时候 或者吃饱饭 天气冷 会增加这个 我们的血氧的一个需求量 那或者天气冷血管收缩 血氧的供给量不足 这个时候会产生症状 等一下吃饱饭 为什么血氧需求量也会增加 会会会 我们吃饭本身就是一个 耗冷的一个动作 我们吃饭本身 就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然后吃饱之后 我们身体需要更多血氧 对对对 氧气的 氧气的一个供应 好 所以举例来讲 其实有很多的例子 我随意就想到 我们有病友 他每天就在台湾大学的操场 400公尺的操场跑十圈 很好啊 结果十年前有一段时间 他跑了两三圈以后 胸口就闷闷紧紧的 一个压迫感 大部分的病友都这样形容 他好像一块石头 我就压在胸前 一个紧迫感 好像喘不过气啦 结果他就觉得怪怪的 就坐在操场旁边休息 休息了三五分钟以后 这个感觉就消失 他觉得怪怪他再跑 再跑个两三圈 这个感觉又产生了 然后又休息又消失 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有警觉 那来我们心脏科门诊求医 后来证实他冠状动脉 的确是有显著的狭窄 那放了支架以后 他现在又可以回复到 他喜欢的慢跑的活动 我觉得这种 医生是最幸运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他有动作就有症状 没动作 休息就好了 这样他反而可以找出一个规律性 最害怕的应该是毫无症状的一种吧 所以刚刚讲的稳定型的心脚痛 就是我们的听众就注意一下 比如说你去上楼梯啦 或者爬楼梯或者爬山 或者走路走快一点 那或者吃的大餐吃饱饭以后 或者天气冷 就产生你胸口胸闷 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你休息或者你的朋友 刚好有舌下含片 给你含的舌下含片 就缓解了这个症状 那这种在某种条件下会引发症状 某种条件下会缓解这个症状 那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叫 稳定型心脚痛 那我刚刚有提过 那很多的病友在问说 那心脚痛到底是什么感觉 因为老实说我到现在 我也没有心脚痛 所以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的病友上千人 所以每一个病友我都详细问他 说到底你怎么去描述这个感觉 整个结论总成起来 就是大部分的病友他的感觉 就是胸口闷闷的 像石头一个压迫感 甚至有病友强调 他不是一种痛 他不是刀割或者是这种疼痛感 而是他是一个压迫感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就是胸口的一个压迫感 可是我好好奇 原来要身体动了才会有反应 所以心脏反而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 容易会有心脏病发 对不对 这是稳定型心脚痛 但是你如果是 比如说原来你走了50公尺 才会产生症状 现在你走10公尺 就会产生胸闷的症状 对 或者甚至你休息的时候 他自己就自然而然就产生 那这个就已经叫做 不稳定型心脚痛 那如果你的疼痛超过20分钟 甚至合并的全身冒汗 呼吸困难 这可能就已经产生了 急性心肌梗塞 所以是不一样 所以你的运动量不大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产生这样的症状 这就是急性心肌梗塞 了解 那急性心肌梗塞 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 大部分是心脏的血管 突然间血流完全中断 心脏是一个跳动的器官 对 如果血流完全中断 有时候心脏一下子就受不了 他就休克 休克什么意思 他突然间就产生 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而且根据国内国外的统计 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 在发病的24小时之内 五个里面就有一个 会并发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所以产生这个心率不整 当场就倒下去 如果你来不及CPR 来不及给他AED 电击 来不及送医院的话 可能就救不回来 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之前黄润人院长 担任这个心脏科医学会的理事的时候 有提到 你讲了我才知道 原来现在很多人 如果感觉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不是打1.19 而是叫家人开车 或自己开车 或叫计程车去医院 但医生说这是一个 超级不OK的行为 要买呼吁 对 我们现在主要的概念是这样 刚刚有提过 急性心肌梗塞 在发病的当下 五个里面就有一个 会产生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对 而且产生的时间是随时随地 都可能发生 所以一旦我们的病友 有怀疑急性心肌梗塞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救护车的 专业的救护员 它上面就有配备AED 如果需要电击的时候 随时电击 是 救护车的运送是最为安全 因为我们过去也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就想到一个病友 当时他是住在新店 一个女儿载他爸爸 他爸爸就突然间胸口疼痛 全身冒汗 女儿上班的地方就冲回家 然后就开车载他爸爸 从新店到台大 他女儿描述的非常清楚 就是到临森南路 到徐州路快要到台大急诊处 那个路口就在等红灯的时候 他爸爸突然间就不省人事 在车上突然间不省人事 他赶快冲到急诊处 幸亏他爸爸到急诊处 立刻电击 回到正常心跳的时候 他爸爸清醒过来 那真的是千军立法 如果他不是那么短的时间 超过四分钟的脑部的缺氧 有可能这一位病友 就永远醒不过来 大家知道只有四分钟而已 四分钟是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 就是你怀疑急线心肌梗塞的病人 是要119 要119这样来送 因为他是专业的 这个我们的救护员 那我们firefighter 现在都有受过完整的训练 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开车 也不要叫计程车 这过去也有案例 自己在计程车上发生 这个突然间猝死的状况 所以这时候都造成 就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子的话 要请教一下这个教授 我们很多人都会说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才会知道自己的心血管 有没有狭窄 做哪一项检查是最标准的 心电图吗 心脏超音波吗 还是电脑断层 我们首先要评估 一位病友 有没有动脉硬化的风险 必须要考虑它的危险因子 这个危险因子 目前在医学上全世界公认 有七大危险因子 那第一个是年龄 那年龄男性超过45岁 或者女性超过55岁 或者停经以后的女性 停经以后的女性 那这个就是一个年龄的因素 第二个是家族遗传 也就是说家族有心脏病的病时 有急性心肌梗塞的病时 这个体质 这个家族遗传 这个是跑不掉的 那第三 第四 第五 就是所谓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胆固醇血症 或者高血脂症 就三四五 那第六个就是抽烟 第七个就是肥胖 或者少运动 所以这七个危险因子 如果有超过三个 或三个以上 就属于动脉硬化的高危险群 那如果你有超过三个 或三个以上 初步要筛检 有没有观众动脉狭窄的可能性 我们有两个比较常用的检查 那一个就是所谓的运动心电图 如果你的膝盖是OK的 跑步活动都OK 运动心电图我觉得是最单纯 而且最简单 又不需要打针就很单纯 那第二个检查我们的病友 常常把它误称为 叫做心脏的核磁空症 其实不是啦 它是一种同位素的检查 铺201同位素检查 我们把它称为叫 心脏的核子医学检查 核子医学它是同位素 或者是心脏的灌注扫描 就是间接的来看 心脏的肌肉 有没有同位素的一个摄取 来代表支配它的血管 是不是同畅 那这是一种检查 有没有观众动脉疾病的 一个检查 天啊我以为是电脑断层 那现在还有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观众动脉电脑断层摄影 那观众动脉电脑断层摄影 当然是现在的医学 非常的进步 医疗仪器也非常的进步 所以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把在跳动的 心脏器官的观众动脉 就可以摄影出来 它有没有狭窄 而且可以看到观众动脉 有没有概化等等 那这个检查 不过到目前在台湾 有两个可能的一个障碍 什么障碍呢 因为这个检查 目前台湾的健保是不给付 只要是电脑断层就不给付 不是就是观众动脉的电脑断层摄影 那这个检查工具通常比较贵 那一般收费大概要一万八千到两万五千块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是昂贵的检查 那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当然它必须要施打显影剂 那施打显影剂 就是有少许的可能过敏的风险 这个我们都必须要充分说明 那当然现在用的显影剂 都是很好的显影剂 所以全台湾就是在施行 观众动脉电脑断层摄影 据我所知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并发症 不过毕竟它要打显影剂 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 一个是费用的问题 一个是显影剂的问题 那观众动脉电脑断层摄影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做为 身体健康检查的一部分 我们本身是不反对 因为它可以知道 你的观众动脉有没有钙化 有没有显著的狭窄 那初步了解你心脏血管的情形 所以如果我们的病友认为 就是健康检查 如果你的检查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想三五年以后再做一次就可以了 那几切几切 到底要几切才是最好的 最基本起跳 根据台大医院我的同事 我请教他 其实256切以上 我们的熟悉的放射科医师 他就可以做准确的半读 所以256切以上其实就已经够了 其他640切 800切 现在有1000切 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个噱头 但是我想这必须要团队合作 就是有经验的影像医学科医师 或者放射科医师来判读 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情形 这个当然配合仪器的本身 还有这个硬体跟软体都要配合 才能够告知病人最真实的 他的身体的状况 好 孕长重点来了 我们到底要狭窄多少 就要考虑做心导管检查 甚至是放指甲 还有比如说 如果我们已经阻塞了50% 我们有可能会逆临回春 变成努力运动 注意饮食变成是从50%的阻塞 变回30%阻塞吗 一般来说全世界的公式 冠状动脉狭窄 它超过70%以上 才会产生稳定型心脚痛的症状 所以意思就是说 超过70%以上的狭窄 我们才有临床上的 致放指甲的适应症 当然目前全世界也在讨论 如果50%到70%中间的 我们目前其实在做 心导管检查的时候 有很多量测的系统 包括我们的生理的血压的量测 有一些量测的系统 或者有一些影像的检查 来看50%到70% 致放指甲 是否对病友有帮忙 所以一般来说 标准的治疗 标准的狭窄 还是超过70%才需要 那如果说你30% 50%等等 还不需要放指甲 能不能有方法 让50%的狭窄 变成30% 有办法吗 目前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只能够服用药物 把胆固醇降低 把血压血糖降低 避免它持续恶化 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 把50的就是血管回春 给它逆龄 目前医学上还没办法做到 OK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要来请教一下这个医师 当我们真的决定要放 心脏血管支架 或者是做心导管检查 这两个不同一样 第一个先做心导管检查 有需要我们再放支架吗 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我要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有很多老人家 可能是八九十岁了 想说 咦 咦 咦咪咪 不是还有麻醉吗 我们现在自放支架都是局部麻醉 所以目前来说 几乎是没有年龄的限制 像我个人操作过的病友 有九十九岁的 那后来他是活到一百零五岁 所以基本上来说 其实九十九岁那一位病友 他自放支架 本身也没有什么困难度 是 所以我们比较重要是 年纪大的病友 有的时候他血管比较 钙化比较严重 所以操作的时候 说不定因为年龄的关系 可能风险会稍微高一点 那这个我们都要非常慎重的考量 钙化是指容易会脱掉的 血管就比较不容易撑开 比较不容易撑开的话 他的手术的复杂度 会稍微高一点 了解 所以反而是血管的钙化程度 会有所影响就对了 对 那医生请教一下 如果我们吃了降胆固醇的药物的话 就您刚刚所讲的 他不会从百分之五十 退回百分之三十 但至少我们可以维持在一个 百分之五十 就不要五十不要变成七十 九十九十五九十九 至少避免他恶化 百分之五十 如果病人没有什么症状 运动心练度也都OK的话 就相安无事 不要再恶化就好 OK 好 这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提问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心脏血管 到底有没有阻塞的话呢 要去做详细的影像检查 也要跟医生们来做好好的讨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 我插一条买惊问啦 院长 心脏血管 很多条呢 那请问到底我哪一条堵住的 才需要做手术 哪一条堵住的比较严重啊 还是其实交给医师判断 冠状动脉它很多的听众都知道 我们的心脏的血管 主要的血管有三条 对啊 那这三条其实不是三分天下 嗯 左前降之 就左边前面 嗯 那往下走的那一条血管 还是最重要 所以左前降之的狭窄 通常跟生命是最有关系 是 那另外就是狭窄的地方 如果是越近端的地方 它影响的心脏肌肉就越多 所以近端的狭窄 通常就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如果远端相对 影响的心脏肌肉没那么多 就比较不会危及生命 所以医师会判断 这个地方的狭窄对病人 是不是自放支架对他有帮忙 我们再判断 好的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黄瑞元院长 谢谢院长 谢谢 拜拜 谢谢